这个灾情发生以后 我们事务局 按照市委师傅的安排 迅速地赶往抗洪救队的一线 我们第一是人员到位 我们一天两个英级强险小组 两个英级强险小组 每个组十五个人 一天三十个人来这里 保住村民清死垃圾 台风过后的天气开始炎热起来 但志愿者们干劲十足 目前由收光市委师政府组织的 生产自救志愿者服务队 正在各村庄开展工作 我们还在寄台一个村 是在寄台 寄台这一个村 是帮助派那个大烹饪的寄水 还有一个村 那是长路村 是清理大烹饪的寄水 我现在是在收光市的周家庄子村 我们看到现在村里的 两侧的排水沟已经被淤泥堵塞 虽然是路上的垃圾 可以通过大型机械进行清理 但是沟里的淤泥 都要通过人员来进行清澡 现在志愿者们是紧急调动人员 协调设备 对村里进行全方位的清澡 尽快恢复村民的生活生产原貌 这个马路上的我们就用机械 这个水工的我们就用人工 我们尽快的 还村里一个干净整洁的环境 我们看到今天天气不错 太阳挺大 很多村民纷纷将家中被雨水泡过的 日用品家具以及粮食 拿出来进行晾晒 像这样被雨水浸泡过 坏掉的物品就直接扔在门口 由我们志愿者统一进行清理 那目前村民的生活 正在逐步恢复正常 这种生活下来是待着 待着我应该耳朵的 晚上睡觉就是上家去睡觉 那家里白天就回来收拾东西 好 备天就回来收拾东西 该去打工了 那个完了该去打工了 明了天来家打托卫生 晚上会去上自己在那儿吃饭 吃饭 现在除了志愿者在村里进行清理 排鱼工作事案呢 我们也有防疫车辆在现场进行打药 在村里的每条主罐道上 喷洒我们的防疫药物 避免出现疫情 您好 咱在打第几个村啊 这是第三个村啊 打了多少时间了 打进行车辆8年开始打的 就是这些药群 防止打现疫情你知道吗 这是防止卫充 在打血毒去